由台中市議員統計 台中在去年的自行車 史上事故是高達了三千 四百八十四人位居六都之首 不少民眾都表示 在市區的一般道路騎自行車 經常要和車輛爭道 非常的危險 有名人團體認為 台中市的道路 非典型路口比較多 建議可以先進行道路瘦身 並把車輛的動線重新規劃 拿起卡片一刷 就可以便利租到U-bike 這已經是台中市民的日常 不過提到在市區一般道路 騎車的經驗 不少民眾說簡直是提心吊膽 民眾說有自行車道比較安心 但畢竟不是處處都有 大多數還是得騎在一般道路 也因此意外頻傳 像是去年五月 在無期就有女學生騎單車 被後方的遊覽車擦撞 今年三月也有公車和自行車的死亡車禍 這也讓台中市府強調的自行車城市 被打了問號 將配合市府各相關單位進行道路 整體環境改善與監討時並同研議 沒在空時間就慢慢騎 你騎在一起就是沒空時間 不知道會騎在一起對吧 民眾無奈表示 一般道路經常得和其他的車輛徵道 只能盡量自己小心 根據道安資訊查詢網的資料 臺中市去年度自行車死傷得有三千四百八十四人 在六都居管 而臺南高雄次之 對此臺灣交通安全協會表示 這與臺中市的道路規劃有關 臺灣交通安全協會表示 事故原因雖然和歧視的行為 有部分關聯 但臺中市的非典型路口多 建議可以以道路受傷 以及按位階規劃車輛動線來著手 以整體性的規劃 來改善道路環境 記者林健身 王龍濤 臺中報導